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紫禁城这边玩利地府的一个比赛 那观众方这边上的是一个另类的三宫团队 大同加利地府再加魔王的一个三宫 配合着化身加地府的一个组合 开了一把音阵 那对张方唱的是一个常规的 女儿武装的双方配合的是和加魔王的一个212 音阵,打音阵,没有阵法克制 但是对张方是有风隙的一二速的 人家有风隙的一二速的话 观众方这边出手节奏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吧 不过的话说回来 毕竟观众方这边你豪门嘛 硬件方面以及宝宝方面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虽然阵容不合理 但你这个东西投资大很多的情况下 不合理也能变得合理 风采哥这么一个大同官府 也只能站在一个速度位 但速度位的大同也是正常 也正常 不过就是速度有点快的太离谱了 那大同既然是观众方速度最快的一个单位 对面一二速 大同直接就是一个三速 观众方大同速度是最快的 但是这个伤害也非常的高 有速度有伤害 化身死的破甲数甚至都得后扔上 要是这个早扔个破甲 可能大同直接就给空切了 这跟这个粒粒糊也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破血狂狂 两下 三千五千 一六三 顶得住啊 魔王 扛得住 大同速度快 太尴尬了 破甲没扔上 小死亡差点也没扔上 让你空切了 这小死亡还挂个啥呀 关键这玩意儿 他速度快 伤害还高 满不奖励 这就叫硬剑 罗汉赶紧盖一盖 我感觉可能是因为这个追王两 这个号的剑会积分不高 导致了他匹配到的对手 跟紫禁城他在一个层面上 飘漫天 因为这几天宝格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因为风少不是买下了 之前这宝格的武装罐吗 他是换了个新号 换了一个号 只是把装备宝宝全卖了 但是他换了一个新号 那个号剑会积分也不高 导致了真宝格也是打剑会的时候 匹配不到豪门 跟关键宝这边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相当于那个新号的积分 把其他人物单位的平均分 全给拉下来了 刘云爵 补一补 最起码得让化生死 地府比大桶快吧 不然这小桶怎么怪 要不然大桶 地府继续飘漫天 没飘出来 队长方也飘漫天 觉得自己伤害不太够 利地府的伤害成长 本身他就不会像施陀林波那么高的 要不说也没什么人用利地府 玩一玩还行 平时打个剑会打个华山了 玩一玩还凑合 你真要去打正规赛 利地府的伤害成长实在太低了 没人玩 穿扫坚军又来化生死 补的流云以后 速度也是超过了大桶官府 但是地府被控 小桶挂不出来 差点又给控起了 宁智说 地府依旧是平A 找漫天 这个平A打漫天的利地府 我记得特别早年期间 大概有个七八年 十年前了吧 大家记不记得69级的地府 69级的利地府 都会平A漫天 或者是平A横扫千军套 或者是平A漫天套 都是那么玩的 69级的利地府 他们有的时候会变一个 地狱战神卡片 有的时候会变一个蟹将卡 或者是有的会变那个 那叫啥的 吸血鬼卡 吸血鬼不是偷袭吗 有的会变吸血鬼卡 有的会变连击卡 那个效果其实蛮不错的 再带个嗜血翻 69级那种利地府超多的 现在没多少了 以前这种利地府 69级遍地都是 继继继续平A 终于是飘出了一把漫天 有点温柔一棒那股劲啊 你再怎么飘下去 可能比赛都快结束了 一把漫天轻轻 继续套 主要是到了八回合以后 两个地府都有灵源了以后 一旦对这方某个单位中的 小死亡倒地 那两个地府的延长 且有一段时间站不起来 六道无量 但是没有毒的情况下 六道无量只能秒一个啊 所以观察方这边 还得配合一个师傅毒 可以让辅助地府帮着毒一下 然后再用这个利地府 去打六道无量 你这样才能实现一个秒二 那你秒一 你还不如飘漫天 这实话是 虽然伤害会提高一些 但是那边毕竟平A 还有几率飘漫天嘛 这就跟现在的师傅一样 他就是宁愿平A 他也不愿意用师傅的一个原因 因为平A有几率飘漫天 你师傅买一送一的话 现在很难触发的 基本师傅薄不死个宝宝 早年期间那个师傅相当的好用 现在不行了 破血狂逛 但是这张方依旧是把观察方地府给控了 你还是没法点 这就是双方血 有一二素的威慑力 利地府这边的伤害还是有些不过 你要知道现在是风天气 一个破血打的那点伤害 不认知是 刚才打后排魔王输出很高 打女儿打不动 利皮皮手 一万八 哎呦 还是杀人利皮厉害 但是你小嫂没能挂出来 对面女儿村有一素的情况下 站起来直接偷酒 罗汉也可以 金钦也可以 刺行也可以 都行 对面的飞命中率还挺高的 破血狂攻再来 哎呦 这是点了防御了吧 啼虎保地府 小嫂要挂 点了一手防御 给自己的魔王 小嫂直接挂 看一下利地府的伤害 白爪 一千五 点了防御 飞不动 一千五 九百 哎呀 这豪门的利地府呀 啊 这这这个装备 已经非常的顶尖了 啊 这个棒子 工上好像是新买的 这个之前刚刚回归那会儿 买了一个新出来的这个棒子啊 玩了一段时间的利普图 然后又玩了利地府 装备是超顶尖的装备 但打出的效果大家也都看见了 你要知道对面还不算是那种豪门级别的强队 只是强队啊 不是豪门级别的强队 只是强队 但这么这么好的装备利地府 依旧是没有任何的输出 真的差 实话实说 现在还是风天气啊 还是风天气 可能是晚上了 因为这个利地府晚上的话 伤害会低一些的 可能是白天啊 这个利地府的伤害白天会低 白天会低很多的 晚上伤害会高 可能是白天的原因吧 目前是这么决定一下 是白天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还是那句话 但凡利地强 也不至于没人玩 对吧 咱们从反面去印证 观战方也是给师傅 打上了天地同兽 那师傅虽然倒地是必然结果 但是 那好暂时能出手呀 不至于纵观战方的小丑嘛 你让小丑点死了 那你就是别想出手 这好歹还倒地了 有球转拉起来 该飞还能接着飞 师傅先变身 主要是观战方这边没风险啊 对面不用操心自己出手的问题 不会受到观战方过多的一个阻碍 横扫清据 再压后排魔王 三千 水清 保地府 地府这被封的 对面已经有了阴影了 但是 小丑没挂中 一切都是白扯了 地府继续拼 这个伤害高 打魔王 魔王没什么抗性 打魔王跟师傅 伤害都还不错 主要是打对面的 女儿武装和化生死 这三个点的伤害 残不忍录 也没飘出漫天 这波点杀 失败了 主要是小丑没挂中 你就已经失败 去换地厅了 两个 看看师傅能不能飞走一个 能飞走一个的话 下回合还比较好防守 那一个地厅 也没有飞走的话 这两个地厅的速度 是慢过魔王的 归宿地厅 伤害爆炸 对两方看一下 怎么防防 还不知道是攻的 还是母的呢 两个地厅 都没有绕那个蓝圈圈 罗汉结束了 这是攻地厅 法地厅 不清楚 对面直接打针给地府 降低关键方地府的小丑命中率 从根源去解决问题 我既然解决不了地厅 那我就解决地府 降低一下命中率 小丑只要挂不中 但是关键方直接开无间了 这就不挂小丑 直接开无间了 白爪 三千八 天地 八千五 三千六 这暴击卡不白变 除了暴击输出 瞬间猛涨 再加上对战方的天地同兽 跟 他防地厅 他防地厅了 所以说 就没法来防这个立地府的呀 四千五 哎呦 这法防不高啊 没法防跟豪门打不了 跟豪门根本就打不了 七千 七千 白抓一万 三千九 那比赛结束了 这样子豪都没法吃的 都是无间地狱 大死亡的效果 子豪都没法吃 感谢大家 没有点关注 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 帮忙点个赞 这也算关注黄这边 打的节奏慢的了 拜拜